在武学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手是两扇门 全靠腿打人 功夫先从腿上来 腿有多大功夫 身上才有多大本领 可见腿法在武术上的重要性 而在影视剧中也有很多动作明星 他们自小西武 具备身后的武术功夫 每一个腿功都是真材实料 饱发力十足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动作片中的十大腿法高手 第十位 黎强拳 黎强拳17岁开始西武 曾学过跆拳道 空手道 用春拳 泰拳等多重功夫 大师的武术功底 让他受成龙的邀约 成为成家班的第二代成员 1988年拍摄《警察故事2》时 成龙曾表示 只要林强拳能完成空中三连踢 就会给他40万 空中三连踢这样的动作 可不是任何人都能轻易完成的 而且对弹跳力要求极高 但林强拳仅用三天 就练成了这个高难度动作 正式拍摄时更是踢出四脚 敬念了在场所有人 影片中可以看出 他虽然镜头不多 可足以成为最大的亮点 林强拳所呈现的腿功 轻盈 灵活 又极其有序猛力 一度把成龙踢得毫无招架之力 林强拳哑巴腿王的名号 也就此坐实 第九位 卢慧光 在进入成家班之前 卢慧光曾是太拳之父 苏世龙的弟子 并连续亲戒 获得香港太拳比赛总冠军 可谓是拳坛的风云人物 被成龙挖掘后加入成家班 在电影中 卢慧光以誓言反派为主 印象深刻的当属最拳二中的反派 谭昌 特别是他与成龙的对手戏 一套惊人的腿法 行云流水 能在空中连踢36脚 其中那平稳的伊丝马 和林强拳的空中三连踢 都可以认为是成家班 在不同时代的典范 第八位 真子丹 因为受电影夜晚的影响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 一直停留在那套快准狠的咏春拳 其实 从小接受过正式武术训练的真子丹 不仅精通各种缺乏 会胜功夫也极为出色 真子丹的腿弓与李小龙十分相似 讲究攻防实战 迅速干脆 爆发力强 影片中 真子丹多次展示了他的腿弓 比如转身腾空后踢 空中一字马 空中三连踢 每次都能让人震撼不已 当然 还有经典功夫片 《少年华飞红之铁马流》中 真子丹的连环无影脚 下盘沉稳 脚下方寸不乱 犹如弹簧一般 刚进有力 收仿次如 极具观赏力 完全不输李连杰版的佛山无影脚 第七位 托尼甲 托尼甲被称为泰国李小龙 11岁败入泰拳大师伯拉利特加门下 在动作电影中 他一直以暴力美学著称 2003年 在拳霸中 托尼甲拳拳到肉的真功夫 充分展示了泰拳的魅力 并成功在亚洲功夫电影市场 打开了知名度 很多人都知道 泰拳杀伤力很大 主要以拳 腿 膝 肘 四至八体为武器进行攻击 在电影中可以看出 各种格斗方式 对他来说轻而易举 连续完成两个360度 单腿旋风踢 堪称长过镜头下 速度最快的推法 他的横扫踢 正蹬腿 不为腿 如泰拳教科书一般 朝朝拿捏到精髓 第六位 袁振 袁振原名金汉原 起初他被很多人认为 他是七小福成员 但实则不然 袁振是弟弟叨叨的韩国人 八岁开始习武 精通跆拳道 和气道 中国武术 特别是腿上功夫 尤为厉害 还被称为韩国第一腿王 十六岁进入演艺圈 虽然出演的作品不多 但都能创造出很多名场面 1992年 红金宝为捧钱珈乐 打造了一部 名为漫画神拳的动作电影 并邀请袁振出演反派大手 片中 袁振展示的蝎子弓 与剪刀腿难度极高 但招招动地让他 发挥得干净利落 炫酷无比 因为袁振在电影中泰国出彩 以至于电影在上映时 把名字改成了蝎子战士 这也是为数不多 因反派更名的电影 第五位 刘忠良 出生在武术世家的刘忠良 自有跟随祖父新武 奠定了扎实的武术功底 作为一名武痴 为学一些更厉害的招式 便败了当时无人不知的 功夫太斗 谈道良为师 正所谓名士出高徒 刘忠良也不负众望 夺得四大腿王的地位 由于连续击打能力很强 即使在对打时 身体处于悬空状态 也能完成高难度的空中连换踢 在电影《男拳北腿》中 硬桥鹰马的打斗招式 一切合成 让观众看得大呼过瘾 刘忠良还因此获得北腿一派的代表 而他最经典的招牌动作 就是单腿支撑的鹦鹉造型 如同聚火聊天一般 因此在武林人士中 这一招还被称为朝天夷炷香 第四位 黄仁直 黄仁直是韩式和七道七段 跆拳道六段的功夫高手 尤其擅长腿技与琴拿 腿弓动作迅速敏捷 强悍毒辣 破坏力极为恐怖 更被誉为左腿攻击之王 丝毫不输于70年代的香港四大腿王 除此之外 梁小龙听到黄仁直的威名后 曾两次找他切磋武艺 但梁小龙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而最能体现黄仁直功夫的 就是成龙的电影《失地出马》 剧中的黄仁直出手凌厉非凡 杀气腾腾 把关节技和腿弓发挥得凌厉精致 把成龙打得没有一点反抗之力 第三位 谭道梁 谭道梁作为八十年代四大腿王之一 并且还是刘仲良的师父 实力肯定不容小区 谭道梁七岁开始学习跆拳道 十六岁就开设了属于自己的武馆 是当时最年轻的跆拳道教练 除了跆拳道之外 他还是十二路弹腿的正宗传人 二十岁时连续三年获得全国冠军 肥腿之名享誉武术界 1973年 一文一部潮州怒汉的大火成功 谭道梁在影坛打开知名度 尤其是他那极其独特的庇护功 用两手两脚在两面墙之间可以灵活游走 最让人惊叹的是 他可以在右脚完全不动的情况下 用左脚连续进攻对手 超高的武术动作让人叹为观止 第二位黄正丽 黄正丽是一位韩国人 十四岁开始学习太极拳和跆拳道 二十岁就达到了跆拳道黑带七段 据说还曾担任过韩国部队的武术总教练 与一位越南人单挑时 一个侧踢踢中对手的太阳穴当场身亡 后来转到香港影坛发展 在成龙电影中主要以武功高强的反派两下 黄正丽的腿法心力有狠毒至极 左右开弓 招招致命 但极具有观赏力 无论中高低位还是在空中出退 他都能游刃游豫 曾在最前中与成龙打斗时 黄正丽由于没能及时收住脚 还当场踢掉了成龙的一颗牙齿 威力可想而知 可以说黄正丽几乎踢遍了各路功夫明星 堪称真正的腿法大师 第一位 李小龙 世界公认的腿法高手 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功夫代名词 几百家武术所长的李小龙 自创节选道成为真正的武学大师 尤其是李小龙的腿法 除了名的强悍 更是有着李三角的称号 最常用的腿法就是勾踢和侧踢 勾踢的速度快 这样对手毫无还手之力 侧踢主要体现在力量方面 出腿就能一招制敌 娱乐圈中很多功夫明星 领教过他的腿功 比如红金宝 黄人植 还有猛龙国家中的查克诺里斯等 无一例外 都被李小龙折服 想必真一点 陈惠敏最有发言权 因为他也曾领教过李小龙的腿功 并直言 李小龙的侧踢腿非常厉害 重量大概有500磅 感觉肋骨都要断了 李小龙的腿法 虽不是最高最美观的 但在速度 力量还有正确性方面 都是无可挑剔的 当然除了以上几位功夫高手之外 还有梁小龙 周比利 卡萨法等一众实力武将 他们的腿上功夫也极为精彩 那么在你心中 谁的腿功最强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脚干要降串 他的脚啪 已经割到我脸上 这么快 完了割到脸上以后 我的脚这样子 甚至要扶着 我的脚 他割到脸上 大就这样 完了他问我 怎么样 我就说 好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